不要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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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时日之内查出无风细作 有跑吗 你打算怎么办 有事 没有 但我有 我就想多陪着公子 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去做 月桂 我看公子总爱在房间里点月桂熏香 就去药房领了一些月桂花叶熬制了精油 我爹爹是文官 总爱在墨里加一些上官家特殊调配的香味 为了辨别文书的真伪 所以 我也想在公子家一些 可能没什么功用 但如果公子闻着 心神愉悦 清静思绪 也是好的 你知道我为何喜欢月桂 教我以礼乐的先生 也曾教我掩饰花草 粗透药粒 月桂是种既恐怖 又有魅力的植物 她的花衣是蛊惑 的确 世人常说 月桂既危险又迷人 代表了蛊惑 但其实月桂的花衣 还代表着胜利 小女不才 让大人见笑了 月桂 月桂 一直是传说中的长生之药 月中至宝 难以摘折 若有幸 可以寻到乌刚 在广寒宫中种下的月桂花枝 无论挂上什么 铜钱也好 禁玉玛瑙也罢 都可以无限采摘 浮玉满盆 能够摘到月桂花枝绝非易事 所以人们将财子重举 称为者贵 而西北方的一些蛮族 他们则喜欢将月桂花枝 编织成缓 做成头冠 送给凯旋而归的将士 所以 月桂也代表着胜利 这才是我喜欢月桂的原因 那我还真是误打误撞了 我原以为 上官姑娘只会做饭中华 想不到你还精通文末 以后厨房的事 你就不用费心了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来就好 待在厨房对你来说 有些委屈 公子若是不喜欢禁玉 我可以换其他的 我确实不喜欢 我不喜欢禁玉 也不喜欢满院子滑草 那公子为何还任由 你初到绝宫 急于尽力危险 我自事不便博了你面子 你是我亲自直选的新娘 绝宫未来的夫人 但是我希望你懂分寸 知进退 远是非 什么都逃不过公子的眼睛 你说得没错 王财是不是去了鱼工 明姐姐之前说 要教我几个女工图案 我学了几样 正好想给公子看看 不必看了 学本 回去休息吧 是 你种了满院子杜鹃 却没种其他花草 你可知道杜鹃的花叶 知道 上官姑娘为何只选杜鹃呢 因为杜鹃花的花叶是 我永远属于你 姑娘心思可珍惜 好浪漫呀 但愿哲公子能懂姑娘的心意 宫儿先生饱读诗书 自然来懂 一会儿再走 帮我再磨先磨 将岳长老的领位 放进宫门祠堂 山雾流动 都日更神浪 沙东 不要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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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员大人 您非目的兵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了 下去 相信自愚弟弟 闯完三运失联 不须花费太多时间 在我和公子宇之间 重选执任 执任之外 能转去执 如果灼烧之苦太过折磨 就用这几味药 建筑成茶 扶下后练功运气 你的内功心法 云锦心筋 本就是一种自视性 很强的基因心法 这种内力会让身体发寒 但是恰好能够 对抗半月之影 带来的灼烧之苦 我想到了